鄧普頓路沽中石油,央企大獲料? 上週中石油有四位高管被查 連他們的前董事長蔣傑敏 亦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 看來這場打貪風暴將他不斷升級 可能外資基金都聞到不對勁 據聯交所股權資料顯示 鄧普頓基金在上星期四 以平均額8.4毫多 沽出1億9千多萬股的中石油 套現出獲16億 持股量由8.5.34 減到4.42%的無需披露水平 因為你不會有那麼快從股進入牆 不是純粹因為企業管治的問題 而我覺得是整個環環經濟 你說要反過來 其實都仍然不是太容易 不過有另一個專家 就不是這樣看了 不過如果他跌得多 反而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相反這樣看 如果跌得少 反而就應該避開他的 其實這些是國企股 基本上人類有問題 他就可以換另一個 國家一定救他 國企或者他不止國企 央企 其實不止中石油 翻查紀錄 被外資減持得多的央企 還有意養這幾隻 看來外資都金分用行動 向央企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發派 不過就在其他 vraiment 部隊的影響 黃